我们现在的大英博馆的罗马希腊馆 这里边出现了很多好玩有趣的东西 之前我们都没有见过 最好玩在这出现一风铃 你看风铃上面这是什么形状 出现了一个带翅膀的好玩的东西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上期我们说过了埃及人对雄性的一种崇拜 在罗马被延续下来了 这是狮子的雄性部位加上了翅膀 因为雄性代表着生命的繁衍 代表着阳刚 用这种东西挂在家里边 是来抵御邪灵邪魔进攻的 这像不像中国道教文化里边 治强治刚治阳就可以抵御恶魔呢 看来世界文化还是有一些能够相通的地方的 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 也会出现为问题的文化 王术 法尼亚 我在沦ned